古代精兵有多精 专家 选拔标准之高 现代美军也未必能做到 众所周知 我国有助长达五千多年的历史 同时也是一步充满了抗争和不屈的战争史 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影响之下 许多底层老百姓都在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下 不堪重负 于是战争便自然而然的爆发了 并且在历史上的那些朝代进行更迭的时候 往往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都是来自底层老百姓的反抗 例如汉高祖刘邦 光武帝刘秀 明太祖朱元璋等等 都是从起义军中杀出重围 建立王朝的 而我们在观看一些古籍 或者是古装营事剧的时候 往往能看到一些将军悲叹 若我有精兵数万 足可荡庭天下 镇压叛乱 由此可见 虽然古代的战争形势 以冷兵器为主 但却身安兵力贵精不贵多的道理 拥有一支中心耿耿 训练有素 准备精良的精兵 足以判定天下各种大乱 因此 古代的皇帝们 都非常渴望能拥有一支精锐之师 稳固自己的江山设计 但是 古人虽然一直强调精兵的重要性 但是却没有见到过真正意义上的精兵 那么 古代的精兵到底有多精呢 一些专家学者 就曾在古籍上看到过选拔标准 该标准之高 即便是现代的美军 也未必能够胜任 其实 我国古代精兵的说法 早在周朝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当时诞生了一支非常厉害的虎奔军 就可以被纳入到精兵的范畴中 不过 到了之后的春秋时期 由于诸侯国之间的争斗越来越频繁 各国的兵力一直在消耗 自然是没有什么精力去培养精兵了 到了战国时期 由于诸子百家的兴起 关于军队上的管理 也有了压完善的 当时的战国七雄 已经开始有意思的执行征兵制了 士兵们在战斗发生时 要奔赴战场 而在没有战争时 便会成为一名平台的农民 这样一来 既能增加士兵数量 也能保证国家的运转 但这样一来 士兵的战斗力 却大大下降 毕竟一心难以两用 一人又如何能胜任多种身份呢 在战国时期之后 我国便正式进入了封建时期 后人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 开始注重培养精兵 而后便有了诸葛亮的武当飞军 曹操的虎豹旗 公孙赞的白马一丛 大唐选甲军 岳家备为军等等 那么 这些精兵的选拔标准都是如何的呢 首先 在选拔精兵时 对于精兵的身份有助严格的把控 必须有对国家忠诚 且性格淳朴之人才行 毕竟 一职精兵是国家最强大 最可靠的部队 有助继为重要的作用 并且 每个入选者 国家都会给予非常丰厚的待遇 不乱生死 但是 要是有精兵出现叛逃的情况 就会被诸连九族 全家都会因此而遭劫 其次 在选拔精兵时 还要求有极高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凡是被选入到精兵队伍的人 都必须是身经百战 有助丰富搏杀经验的老兵 并且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上 都要十分过人 因为战场上是十分残酷的 残肢断壁 人头滚滚都是战场上常见的情况 如果不能克服 即便有再高的身体素质 也很容易出现松懈 这样的精兵 必然是不合格的 最后 就是极为严格的军事素质考核 在战国名将武器的精兵魏武族的选拔标准中 普通士兵要想成为魏武族 身上必须要能负担得起重甲 长脊 腰上还要悬挂绿剑 背后佩戴五十支剑 同时还要戴上三天的军粮 而后 要有带住这些物资 装备 半天时间里 即行军一百里的体力 这个标准换到现在的话 就相当于负重八十斤 而后在半天的时间里 跑完四十多公里 相当于一个马拉松 相信对于这样的标准 很少人能胜任 更不要说是挑选出数百人 数千人组成一支军队了 而且 这样的选拔标准 就连如今的的美军 以及诸多的特种兵 都不一定能达到魏武族的选拔标准 可见 古代的精兵是真的非常精的 用万里挑一来形容 一点都不为过 除此之外 精兵除了在选拔上非常费时 费力 在养兵以及练兵上的费用 也是十分惊人的 再加上那些顶尖的武器装备 就更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了 所以 一般精兵被训练出来后 不是由皇帝亲自掌管 就是由皇帝极其信任的人代为掌管 因此 我们也就不奇怪 为何古代那些大将军 会发出若我有精兵数万 便足以荡平天下的豪言壮语了 清玄联络删除